哈啰 大家好 欢迎回来兼仔市集靓马节目时间 我是波仔 刚刚年初九十三天日赛里面 詹士德上一次的标题靓马市集 都是顺利赢出 这只三岁子冲破了重榜之后 上到三班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赢 其余合火奔驰 真的早段亏了少少的捕捉 回来跑到第四 行头另一只试集靓马 桃花云 部速上它稍稍蚀 不过赚了一些内能的偏差 所以也拿回第三 差点有条Q 而今次九场的夜马赛事里面 都不少马匹曾经在赛前试过集 所以立刻带大家回到兼仔赛马里面 立刻看到 跟大家看看哪只试集有好走势的马 先来第一匹 第二场是四号的武林密马 这匹马在前一次 在三二四的场上 脱了三甲 在三二四的场上 但是如果看看马会评语 就说直路弯位 在走内疊就是跌散却程 入到直路 但是未南金的区域峰 也有200米 所以其实在三二四那场 直路的制御很不一样 上一次三五九成为大热门 有一家大小门入场 跑到紧颈寝 但现在你看到陆续无限巴闭歌真有 《红运帝王的爱心》 《非英傲长》 真是优劣分明 全部都在出得到成绩 所以他在卖难里逼逼劫劫冲下去 不是那么顺利 都情有可原 原来旁边的马是更加硬朗的 这一番马这次赛前上了从从化 相信大家都知道 如果看看日历表 又或者是按下这个《红运帝王的爱心》 就算上了从化 粉红色日子就是从从化日子 看他在2月15日试过黎地集 即是从从化里试过黎地集 录档起步的他曾在集前有这么多扭闭 但入了集后 情绪方面都挺安稳的 最后一扭门入好集的时间 就看看起步的情况 起步是绿档、蓝色帽、黑色、深黄色的 起步的反应都相当之快 蜜都跟在前面 放头那种是好眼光 然后在二叠上来的就是这种 武林阿玛 我宁愿这一货 感觉上它好像有点斗口的情况 不过他想从化头了整个月 也交了5个月才再上去 应该有多少新鲜感 加持了给他 所以宁愿他走这一货 虧了斗气可能会更加好 虧了那些灶火 第三位就爆笑 马南保罗盛传 尾衣白衫那只就是银梁光束 包住在尾的阳明天空 入到直路的时间 好眼光是一只117分的马匹 跑开短途 大放都是合理 上到来 南保仔 这个汤马线 就是在虫化里面的助手 按僵也是松转让他走 也轻轻拋出沿途 想上来逼迫他那只爆笑 或是保罗城串 不断双双弹开 他的姿态也相当好 弹开这些站马是应份的 不过整体事实上来 都是一起苛成 这次过来谷草 这个场地它完全不陌生 第二场里面 应该是万步出来的 也不需要太考气量 只要不要斗力 进到直路斗支一段 他背这122磅 就相当好跑的 所以就推介这只武林密码 其次了 接着就去到第五场的时间 第五场就跑了四班千八米 升了一班上来的满载归来 也是跟进马之日 上一次舒比洛天派 钻石复杖 他就是前战马当中 唯一跑得最好的那一匹 旁边有些郭大俠 之前南亚提供的勇进齐心 全部都是这一组里蝕 所以满载归来上一次的第三 一点都不差 我最近试过这个 2月6号直路斗 他就排着在大外档 八档起步 这一天早前也跟大家说过了 就不算有什么特别的不利地 因为内外在我旁边有些马 都能上名的 八档起步 白白的色衣服 桃红色帽 这一只就是满载归来 他路短 试这一千米集 阻断电后一点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是起步的反应也很好 一路跟手前面的两匹 一只就是很有喜 另一只放头就是双天宝马 这一货集其实上一次也看过 一只很精神 走入面 然后上阵也有不错的走势 而满载归来 这里首先找马拉 他没有脱节 因为短途马士 然后在两只马中间上来 考一考验他 其实反应也不错 我认识完之后做回一个集 给他 和紧张 跑得好的时间 和一个叫做操练手法 提一提一只马 准备要上阵 这个部署也是合理的 是唯一一件事就是 但是这次的排档差之余 就是他过中点之后 鱼勢如果再强一点 他就信心大一点 不过 但是什么小那么多磅 什么小15磅来计 如果你要找一些冷脚 他始终当起 相对起这一场的第五场 譬如有些机械斗士 领航宇宙 飞马将军等等 其实有一堆马 近况也是一般一点 所以这一只满载归来 配脚可以想想想他 第三只要看的马 就是在第六场 七路的铁三角 今次他也上重化 休息一休息 头三十五日 看之前他也拼得挺密 之前跑第二 输给美利宽星之后 隔了十九日再跑 输给威威斗士 美利宽星 王一福星 都是贵内 经常在谷草1650 是队里 或者上名的马匹 今次他在重化里面 2月15日试一货泥地集 赢亦是合理的 因为左右隔壁的对手 不太强 例如前辈竞典 神来之笔那些 但是四档起步的他 其实这一货集 他可以让我看到另一件事 就是他组段 不需要一定跟你斗场 手手式都算是追得到的 以及今次 雲官在第六场 也不像他太多的前战马 因为呢 叫做实力赛区 威威斗士 一拙 嘉飞凡 竞进编编 密力一心 这些都是比较中智型 后上的马匹 所以这一只铁三角 有机会是可以自己操控 部速的 甚至可以跟陈的遥补区 都排着12档 相对起铁三角 形势可能会差一点也不一定 所以这一副市集 在外档 顺势 赢了出来的他 似乎是头缘 有一定的状态 加上这次形势是不错的 那这只未交代的马 有机会在这一场里 就正硬 就只能赢回一场头马 接着去到第七场 优马的喜旺区 承着这次确阔了分区之后 可以跑这一组 如果你用上一场的赛职来计算 李英都要赢 因为他输必如尽欢欣 而跑第三就是超超比 后面是进马快车 非英、澳场、弘外社 都是贵来懂得赢 而近期还懂得上名的马匹 不过当然你要考虑这一件事 不是跑马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因为他这次有个难题给大家 就是因为你要拼他 上次跑完10月20号那场马之后 上松化头沿 跳完一火之后 就停了两个礼拜 这里真的有点考验 那质素方面可不可以回答够呢 就看看他最近的试集 最近他也在松化里试了一个草地集 当天就是班德丽亲自上去和他试 他也在较后位置时间入集 唯一一件事要担心就是 起步的时间他就会 立落一点点 希望就是他内部跑 可能就是出赛的情绪 未算很集中 但是呢 缺点是有 因为停过下货 起步有点多一晚 但是呢 今次这一场的第七场 这个31650 我觉得会有正常或偏快的捕捉 例如飞连步 可能八档要放在前面走 其次之外 九九围公开心涌区 本领非凡 赤兔猴王 这几只都可以前置 中城区十二档会否用中段变走呢 不知道 我当他不放 但是起码呢 就不是一只码拿着来放 那种的慢步速的赛事 如果起步更加顺利 放在中间位 更加好处 那这匹码就想到1800米 去入个位 在统计招 统计招里面 他在田草 1600 1800 他都试过跑近 入个位 所以如果有正常小步速 绝对够起来 对追 难得有这个分区 又对手完全不同了 如果不是太热太发尾 我觉得是绝对直播的 所以可以留意这只起黄区 好了 今次四匹码 和大家看过试集的情况之后 很感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勉快下载 堅仔乐里的手机平板电脑上面 因为第一场 全部功能都是免费给大家使用的 其余 还有一个免费功能 可以进入APP里面 右上角里面 有一个节目栏表 除了你可以看到试集美马之外 其他纳马精选 常赢数据 创卖传方法 Brian仔 睿一 提供等等 马场播客 实践教室 靓声王 和Tony 一样会教大家去跑马 所以不同的角度 带给大家 亦有不同的方向 帮大家去跑马 好了 记得支持我们堅仔 又或者可以 WhatsApp 或者自电5361016 这个电话 可以查询更多的详情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次堅仔 试集美马 再和大家聊 拜拜 拜拜